在2022地方选举首次当选的翁盛伟 目前担任三峡区中普里里长 也曾经担任国小家长会会长 对于公共事务及议题抱持着很多想法 因此在上届选举中决定投身中普里里长选举 也感谢里民们愿意给他机会 让他能够为社区及里民们服务 106年回到了故乡三峡区 担任了两所学校的家长会长 在三年的家长会长期间 那当然对于我们的教育的一个重视跟付出 之后在我们在去年来讲的话 就是觉得说我们的付出希望能在伸展到里 所以才会来参选我们中普里的一个里长 那在当选在这段时间 当然也感谢我们中普里的乡亲的一个签诚 那当选之后我们当然不能懈怠 也不能去辜负了当初支持 那甚至不管是当时支持或是不支持 胜围的 那当然弯腰里长会秉持着我们弯腰来 倾听我们乡亲的声音 来去用心的来去做服务 翁胜围的背心上绣着弯腰里长的字样 他表示这代表着他带人处事的精神 他提到上任半年以来 相关的公共设施会堪已经来到35件 积极的改善里内环境 也期盼能够在他任内复兴三小人的共同回忆 怨山同中 让中普里成为适合定居交友的好去处 那在我们上任之后 我们在整个里来讲话 以目前我们总共会堪了35件 那当然这些35件 不管说是我们中普里的所有的一个交通 那秉持一个主张 安全是我们回家唯一的一条路 那当然我们35件之余 过去我们常听到所谓的冤山同中 那其实冤山同中 它的同中是属于中普里的 以及我们的怀旧古道 两个仙宫庙的中间 但是这两个的一个景点 都已经不如过去了 那身为中普里的里长 有这个责任 来让我们的一个同中风华再现 汪盛伟表示 在担任里长职务的时候 难免会遇到两难的局面 即使会造成居民们的生活不变 但他仍秉持着以公共利益为优先的原则 希望的是换来长久的安全与保障 也感谢里民们半年多来对他的肯定 记得有里根基新北报道